万事不求人 私人助理、私人顾问时代来临了 六度万事、万事相助 超强博士群不断奉献专项部 信息、财经、健康、文娱、教育、旅游、消费、科技、美食 让您的生活品质、全线升级 六度世界、现在体验 请去3w.6度.world 现实免费期间 全体注册网友免费使用付费版的高级功能如下 支持论坛搜索、免费画图 第一步 点击右上角最左边的机器人符号开始对话 像图片中红框中的那样 第二步 如图选择六度万事 我们未来将推出更多的AI供大家选择 然后 就可以与六博士悄悄畅谈了 还支持论坛内部信息搜索哦 您还可以让六博士做你的助手 帮你绘制漂亮图片 最后 可以点击添加 添加好友进来 一起与六博士工作 一起来3w.6度.world尝试吧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电视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些热闻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昨下天中美关系似乎又遇到了一些波折 中国对美国大使米古拉斯·伯恩斯的多次负面评论 表示不满 认为这可能会破坏双方最近改善关系的努力 同时美国国务卿 汉东尼·布林肯正在加强与菲律宾的关系 也应对中国在海上的侵略行为这也让地区紧张 局势升温 在经济领域 我们看到了一些有趣的动态 兵力的买家对车辆的个性化需求推高了平均花痕 超市的销售额超出预期 显示智能手机市场正在复苏 同时中国科学家在开发火星核动力飞船方面取得了进展 这可能会大大加快未来的太空探索 另一方面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 强迫劳动每年产生的非法利润高达2360亿美元 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局势 最后我们还看到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一些动荡 中国恒大集团被指夸大收入7800亿美元 而远洋集团警告称 由于房地产销售没有好转 2023年将面临巨额亏损 此外中国债券狂热回归 向狂热回归接近创纪录低点而无人报告显示 中国赋予家庭的财富人数正在下降 复达国际也计划在其中国基金部门裁员16%的员工 反映出全球资产管理公司在中国市场面临的挑战 这就是今天的新闻经文概述 希望大家能从中获得一些有用的信息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了解更多精彩的报道和深入的分析 中国对美国大使的多次负面评论表示 不满南华早报 中国批评美国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对中国发表负面言论 并警告他可能会破坏最近改善关系的努力 伯恩斯最近对香港的新国家安全法表示关切 并称美中之间的竞争日益加深是非常深刻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他们反对将双边关系定义为竞争 并攻击的言论违背了两国总统 在旧金山峰会上达成的共识 布林肯加强美国与菲律宾的关系 以应对中国在海上的侵略行为 马盛顿邮报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与菲律宾领导人讨论了中国的安全风险 以加强两国之间的关系 菲律南总统费迪南德·马克思阿世 试图加强国家对抗中国的能力 与前任罗德里格·布特·尔特普通 或者曾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布林肯的访问是美国高级官员 访问马尼拉的一系列访问之一 此前美国商务部长吉纳·雷蒙多 宣布计划在菲律宾科技领域投资10亿美元 宾利买家雷每辆汽车的选项花费了39.0美元欧元 彭博社 宾利选择加强定制 而不太敏定复杂先定制 而不是减少产品复杂性 因此业务表现强劲 宾利的客户要求更多品牌提供的装饰和特殊试面 从定制油漆作业到定制木试面 2023年、2023年 宾利在接近30亿欧元的收入中实现了5 29亿欧元6.4亿美元的第二行年 创下了其优式以来的第二行年度 根据首席执行官阿德里安·霍尔马克的说法 买家们要求的个性化程度 是该公司以前从未见过的 小米的销售超出预期 智能手机市场扶苏后 腾部射小米报告声 20年第四纪录收入超出预期销售额增长11% 达到732亿元人民币102亿美元 超过分析师预测的725亿元人民币 净利润也增长了50% 达到47亿元人民币 这些结果出现在智能手机市场 显示扶苏迹象的同时 增加了人们对全球电子产品低迷局势结束的希望 江里期望在下周推出首款电动汽车EV车型 作为进军中国电动汽车市场的一部分 该市场并先由特斯拉和比亚迪主导 中国科学家为火星核动力飞船 建造了圆形发动机 南华早报中国科学家和工程师赞和 工程师赞和利变技术的发展方面取得了进展 这项技术可以为火星的大规模探索 提供动力这个团队 由中国的十多个研究机构和大学组成 他们开发了一种通过离冷却的核反应堆系统 并已经通过了初步的地面测试 这个圆形反应堆的功率是 美国宇航局正在建造的竞争系统的机构 但是可以折叠成一个极方箱大小的体积 当在太空中完全展开时 这个反应堆的高度可以达到20层楼 研究人员相信 这种强大的能源来源将能够实现 载人和货物太空飞行的高质量往返运输 一艘核定对月球和火星的大规模探索 一艘核动位的航天机会在三个月内完成地球和火星之间的往返旅行 还要依靠化石燃料的航天资料需要7个月 强迫劳动推动了2361美元的非法利润国际劳工组支撑 彭博社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数据 私营经济中的强迫劳动每年产生2360亿美元的非法利润 该报告显示 2014年至2021利润增长了37% 欧洲和中亚地区占据了最大的利润份额 其次是亚太地区和美洲ILO估计 发行者和犯罪分子每年受害者产生近1万美元的利润 20年前这个数字为8269美元 报告还指出2021年每天有2760万人从事强迫劳动 ILO将强迫劳动定义为在威胁处罚的情况下进行了工作 没有资源同意 瑞士手表出口因向中国和香港的出货量下降而大幅下滑 彭博社瑞士手表出口在三年中第二次下降 原因是向中国和香港的出货量减少 2月份出口价值下降了3.8% 瑞士出口的手表也下降了5.2% 在疫情期间由于消费者被困在家中并有不外的现金 对奢侈手表的需求激增 然而供应链问题和经济压力现在导致需求下降 对中国大陆的出口下降了25% 香港的出货量下降了19% 对美国的出口增长了5.5% 中国恒大创始人被指夸大收入7800亿美元 纽约时报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说法 陷入债务违约的中国恒大集团涉嫌证识欺诈 并在两年内夸大其收入超过780亿美元 代理员会指责恒大创始人许家印做出决策 并组织欺诈行为 许家印被罚款650万美元 令终身进入中国金融市场 尽管是中国最大的开发商之一 恒大的崩溃是由于可疑的会计处理和监管不利 他将收到的房屋款项是为收入 恒大未见到这些房屋 恒大的主要内地子公司 恒大被罚款5.8亿美元 中海地产警告称 由于中国房地产销售没有好转 2023年将面临巨额亏损 长瓦早报开发一段 唐文街唐文开箱远洋近段预计 由于中国内地房屋销售的暴跌 2023年将再次报告巨额亏损 该公司预计截至2023年 2023年12月31日的年度亏损 将达到200亿元至230亿元人民币 2月30亿元人民币 2022年的亏损为159亿元人民币 远洋近段将亏损归咎于房地产市场的放缓 利润率收债和物业项目减值准备增加 该公司今年前两个月的签约销售额为20亿元人民币 较去年同期的84亿元人民币下降 中国债券狂热回归收益率接近创纪录低点 黄博社中国政府债券在短暂休整后再度迎来牛市 就与原本正在权衡中国计划 增加发行超长期国债 以及进一步货币宽松的影响 20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连续三天下滑 接近200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此前样案以外进行了一次流 庆景操紧操作 并且要即将即将显示 北京方面对过热的战事感到不安 打乱了北约书的快速上涨 这次牛市的恢复可能会让试图避免资产泡沫 并鼓励实地经济投资的官员们感到沮丧 胡润宝宝称中国富裕家庭的财富和人数 正在下定的差降 《南华早报》中国富裕家庭的数量 在15年来第二次下降 因为该国面临经济挑战 根据胡润研究院的一份报告 2023年拥有600万元人民币833 484美元资产的中国富裕家庭数量 下降了0.8%至514万户 拥有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资产的高净值家庭数量 下降了1.3% 至208万户 拥有超过1亿元人民币资产的超高净值家庭数量 下降了3 13.3万户拥有超过3000万美元资产的 国际超高净值家庭数量 下降了4 至8.8万户 这一下降发生在习近平主席 通过他的共同富裕倡议寻求 解通过他的共同富裕倡议寻求解决不平等问题之际 据消息人士称复达国际计划裁员 中国基金部门16%的员工 明南米 FIL计划的FIL计划在其中国部门裁业20人 目前该部门共有120名员工 FIL在中国的全资基金部门裁员是该公司 实施更广泛的成本削减计划的一部分 也与中国市长的下滑 向文和FIL在中国的裁员凸向了 全球资产管理公司在世界第二大经济地中面临的挑战 中国的基准CSI300指数在过去一年下跌了近9% 上月创造了5年来的新低 FIL获得了在2022年底 在中国37000亿美元的共同基金行业开展业务的监管批准 将来播报的内容是 六对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 专家的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留定简报的立场 也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站是6W for coming 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评论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个重磅话题要跟大家聊聊 首先我们得谈谈乌克兰的僵局 看来单靠技术是无法打破的 一篇外交政策的文章指出 无人机和人工智能虽然在乌克兰战场上发挥了作用 但他们并不能替代传统的军事能力 同时 俄罗斯利用高科技手段困扰乌克兰平民 而非直接对抗乌克兰军队 这种策略并未带来实质性的领土收益 接下来 我们聊聊美国人的怀旧情绪 在与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卡林 豹曼的一次深入讨论中 我们发现美国人既怀念过去 又期待未来 这种复杂的情感背后 是对美国梦的坚持和对过去简单生活的向往 然而 即使我们对过去有所怀念 但大多数人并不真的想回到过去 最后 我们得提一下环境问题 一艘装载有大量化学肥料的船只 在红海沉没 这不仅是一场生态灾难 也暴露了胡塞武装组织对环境的威胁 这起事件让我们再次认识到 冲突和战争对环境的破坏 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仅靠技术无法打破乌克兰的僵局 外交政策 根据外交政策的一篇文章 在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冲突中 使用无人机和人工智能 AI可能会巩固乌克兰 需要打破的僵局 由于缺乏训练有素的人员和炮兵 双方都转向了这些技术 但高估他们的作用可能会阻碍进展 文章认为 技术无法取代传统能力 如规划 后勤 协调 士气和领导力 这些能力已被证明 在冲突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他还强调 莫斯科的高科技能力 特别是网络行动 被用来使乌克兰平民陷入困境 而不是击败乌克兰武装部队 导致俄罗斯几乎没有获得领土收益 文章认为 虽然乌克兰对无人机和网络空间等 创新技术的使用令人印象深刻 但重点还应该放在 遣散疲惫不堪的部队和训练新部队来取代他们 在冲突中引入更多技术 可能会更好地了解对方的部队调动 但不太可能将他们赶走或赶回去 文章警告 不要采用技术解决方案主义的方法 并强调需要将技术与具体目标和乌克兰军队更广泛的组织背景相结合 最终 文章得出的结论是 再多的技术魔法也无法取代美国及其盟国可以提供的武器 装备和培训 也无法取代乌克兰必须招募和动员的人员 仅仅关注技术可能会陷入营销僵局 而不是在冲突中取得进展 美国怀旧 我与卡林·鲍曼·卡林·鲍曼的长篇论答 美国企业研究所 一代又一代人似乎都在怀念过去的美好时光 这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时代 我们中的许多人认为道德、制度和生活质量总体上更高 美国人也不例外 但美国人的怀旧情绪有一些独特之处 当我们回忆过去时 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成功 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我们拥抱 美国梦可能性的前瞻性文化 今天在政治经济学上 我与卡林、鲍曼·卡林·鲍曼谈论了 美国人看待自己国家的方式 以及他们对过去的热爱 和对未来的强烈希望之间的紧张关系 鲍曼是AEI杰出的高级名誉研究员 专门研究美国公众舆论 1982年 他创立了选举观察 Election Watch 这是华盛顿运行时间最长的政治分析项目 自2008年以来 他一直是福布斯专栏作家 以下是我们谈话的略微编辑的记录 你可以在这里下载这一集 别忘了在iTunes或Stitcher上订阅我的播客 告诉你的朋友 留下评论 欢迎来到博客 非常感谢 很高兴来到这里 我将从我能想到的最简单的问题开始 好 美国人是一个怀旧的民族 还是一个面向未来的民族 很抱歉让你失望了 但我认为我们俩都是 我无法选择 因为民意调查指向两个方向 让我们谈谈这个 我们在哪些方面怀旧 在哪些方面面向未来 这是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我们面向未来 因为我们一直是一个乐观的人 这是贯穿我们历史的一条线索 你可以在轮巡数据中看到它 即使在今天 当人们对很多事情非常不满时 从长远来看 他们仍然对美国 对民主和其他类型的事情 持乐观态度 他们现在很担心 但我们是否怀念过去 是的 我们是 我们倾向于认为 过去很多事情都更好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想回来 但我们确实倾向于认为 很多事情都更好 如果你看一下调查数据 当我遇到一个 1930年代的盖洛普问题时 我开始了这个项目 该问题询问美国人 在马车时代 人们是否更快乐 1939年 有62%的美国人 说美国人当时更快乐 但随后 盖洛普又问了一个问题 好吧 你想回到马车时代吗 只有20%的人想回来 所以我认为 你看到了那里的紧张局势 你在很多领域都看到了它 我们担心 我们不像过去那样爱国 但与此同时 我们担心 还有很多其他事情 我们担心文明 我们担心纪律 我们担心职业道德 我认为这些事情 在人类精神中是很自然的 因为当你深深地关心你的国家的一些事情时 你会担心各种事情的侵蚀 我认为 至少从表面上看 这听起来像是认知失调 我们认为 过去所有这些方面的事情都更好 但与此同时 我们不想活在过去 这仅仅是因为 用马车的例子来说 因为人们在1939年就意识到 好吧 如果你活在过去 就不会得蓝尾炎 纯粹是因为 他们错过了这些物质利益 还是人们只是很奇怪 他们只是相信两种不同的东西 好吧 我认为民意调查中存在认知失调 我们在很多领域都看到了这一点 而不仅仅是怀旧 而是人们的潜在态度 我认为 当你回顾过去时 我认为 也许有些事情更好 例如 家庭可能比今天或1939年更紧密 宗教联系更牢固 因此 我认为 有理由回顾过去 对过去有一些积极的看法 但与此同时 正如你所说 人们不想放弃 他们的物质享受 良药和各种其他东西 当我查看报告中的 民意调查数据时 有时问题措辞 似乎确实很重要 我手头没有这个例子 但似乎 取决于你如何措辞 他让人们想到过去的美好时光 或现在的美好时光 所以 他似乎确实有点反弹 他确实有点反弹 但我认为 我们在怀旧方面 挖掘了一些真实的东西 我们把它看作是 我们政治中的一条线 我们把它看作是社会评论中的一条线 所以我认为这是真实的 正如我之前所说 你再次担心你所珍视的东西受到侵蚀 我们可能会在加拿大 英国 法国找到类似的数字吗 从历史上看 至少在调查数据中 我认为 今天仍然如此 我们比其他国家的人更乐观 例如 盖洛普 Gallob 在1970年代 提出了一系列精彩的问题 这些问题询问您 是否认为自己属于富人 或无富人的一部分 美国人在这一点上一直不同 认为自己是有类别的一部分 因此 在很多领域 你确实看到了非常大的差异 当你想到英国 一些欧洲国家 一个等级森严的国家 在那里 你真的很难超越你出生的地区 你出生的阶级 但在这里 你可以做到这一点 所以我们倾向于对未来更加乐观 但你总是要小心 因为现在 我们对事情非常悲观 通货膨胀 对公众舆论 有如此强大的影响 它往往会压抑我们 对现在和未来的看法 而高失业率 会压抑我们对现在的看法 而不是对未来的看法 所以我们现在正处于低迷时期 毫无疑问 但我们通常 是一个看起来更乐观的人 再说一次 正如你所说 在某些领域 问题措辞真的很重要 如果你问是否所有的美国儿童都会变得更好 比如说 在下个世纪或下一个15年里 然后你问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 那么你的孩子呢 他们会过得更好吗 人们总是说他们自己的孩子会过得更好 这在民意调查中是相当一致的 同样 我们不再有很多这样的问题了 在70年代和80年代 他们曾经问过他们很多问题 但你确实看到 问题措辞在那里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对整个人口持悲观态度 我们从媒体获得信息 持续的消极偏见 确实影响了广泛的公众舆论 但当你开始询问人们的个人生活时 你会得到一个非常不同的印象 人们很快乐 他们对自己的个人生活很满意 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 而且你不会经常听到这些故事 简单来说 回到通胀失业问题 我觉得很有意思 你认为当通货膨胀时 每个人都看到物价上涨 每个人都记得物价下跌 无论你是否富有 这是否是一个因素 它仍然在吞噬你的更多收入 失业 即使在失业最严重的时期 大多数人也保住了他们的工作 你当然可能更担心 但我们大多数人不会失去工作 因为在通货膨胀中 我们所有人都在支付更多 没错 当通货膨胀处于高位时 我们所有人都在关注 就像我们现在一样 已经是一个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因素 即使在大萧条的深渊中 我已经有一段时间 没有回头看这些数据了 但当你问人们时 这是这些问题的高潮 当你问人们 是否害怕失去工作时 这些数字仍然非常低 大约12% 但这是一场真正的危机 总体来说没有问题 再说一次 像这样的数字 实际上在公众舆论中相当稳定 可能与当地的事实无关 他们总是占人口的15%至17% 他们真的过得很艰难 我的意思是 这是一个题外话 它不是怀旧故事的一部分 但它对我来说很有趣 与消费者信心数据有点相关 很多经济学家都在关注这些数据 我想到了消费者的信心 我认为是经典的正确的轨道 错误的轨道数字 这些数字 是否能告诉我 人们对经济的看法 我假设他们过去这样做 是因为现在有人说 这些数字更多的受到 党派政治偏见的影响 即使你做得更好 否则你可能会对经济方向感到满意 如果你的人不在椭圆形办公室 经济太糟糕了 然后 如果第二天它改变了 哦 我对未来感觉好多了 经济看起来更光明了 这些数字 是否像过去那样可靠 可以作为经济和个人财务指标 好吧 让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 看谈这两个问题 正确的轨道是1973年首次提出的问题 现在是民意调查业务的主要内容 诱鬼水平非常低 在我们的历史上 只有三个时期 人们认为 这个国家走在正确的轨道上 在里根总统任期内 人们认为这是美国的早晨 经济非常好 这真的很关键 再一次 就在91之后 非常非常短暂 还有在1999年和2000年 你写了很多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 当人们对这个国家感觉很好时 我们实际上有一个平衡的预算 还有一些人们关心的其他事情 因此 这是该国真正走上正确轨道的唯一时期 但有趣的是 我不太确定 这个问题是否与政治情绪有关 因为它只是针对对国家的担忧 我所说的怀旧之情 以及从社会因素的角度来看 事情不如过去那么好 所以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现在非常低 它受到党派两极分化的影响 并且长期以来一直处于非常低的水平 消费者信心显然与密歇根大学要求的经济 对电池的表现有更多关系 今天财富杂志发表了一项新研究 称 例如 在消费者信心方面 不要叫你的妈妈 美国企业研究所 几十年前我上大学的时候 很少有机会和父母交流 虽然我想念他们 也想告诉他们我的课程和冒险经历 但我们相隔三千多英里 时区也不同 保持联系比现在要困难得多 当时没有人有手机 如果我想给父母打电话 我必须找到一个适合跨时区的时间 而且 我每分钟都要付费打电话 如今的持续连接是很好的 但并不总是最好的 太多的父母过于涉入 他们大学时代孩子的生活 给学生和他们的成熟 带来了真正的问题 最近 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篇 题为直升机家长的 最后编辑的文章 文章指出 父母对他们大学时代的孩子 如此涉入 以至于妈妈们 为他们的大学生安排了玩伴 我的朋友发给我这篇文章 是希望知道 这种情况在校园里是否存在 虽然我不能证明 母亲为学生安排完伴 但我知道 父母在孩子的生活中 扮演着过大的角色 这远非理想 过去几年的大学生活 是异常的 2020年初 新冠疫情关闭了学校 学生回到家中 当学生试图在家中学习时 父母过于摄入 他们大学时代孩子的生活 父母经常突然出现 参加我的课程 并希望与我交谈 并分享他们的经历 我们尽力而为 但这并不是最健康的情况 因为学生不一定在进行自己的学习和探索 而是受到了父母的期望限制 校道肯定有一定的影响 即使在疫情之后 学生在校园上也面临着艰难的时刻 2020年夏天的社会动荡 带来了充斥着取消文化的觉醒校园 校园抗议活动变得更加暴力 特别是在哈马斯10月7日 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之后 这种混乱在校园上引起了学生的震动 并进一步引起了他们父母的关注 当然 即将到来的2024年选举的混乱 可能会进一步引发 父母与上大学的孩子之间的纠纷 拥有支持性的父母 当然是受欢迎的 但是如今的父母行为 已经超出了传统的父母支持 这些直升机家长给学生带来了负面影响 因此 学生在面对逆境时 缺乏任性 学习在校园上 管理观点多样性和差异的关键技能 是大学的主要教育角色 学生无法管理多样化观点是 大学和父母的重大失败 两者都需要负责 当我上学的时候 作为一个虔诚的东海岸犹太人 在一个非常自由 世俗 几乎反宗教的西海岸学校里 很难 经常有关于各种问题的问题 误解和激烈的辩论 我必须自己解决 如何管理我的同龄人和我的感受 我不能依靠我的父母来支持我 我必须自己管理这些差异 这就是大学的目的 我们上大学 不仅要学习一个领域的知识 还要了解自己 教育是帮助我们 管理偏见之外的生活的礼物 在2011年 与今天非常不同的时代 杜克大学重申了这一观点 并指出父母需要鼓励孩子 通过利用校园资源 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这对父母来说可能很困难 但对孩子的独立发展非常重要 大学应该是不舒服的 学生需要学会处理意见 文化和世界观上的差异 学生生活在不断担心 冒犯同学的恐惧中 不是因为他们有意这样做 而是因为他们的同学太敏感了 大学的目的是把孩子变成成年人 有一个随时待命的直升机家长 并不能帮助学生过度到成年 父母也需要意识到这一点 冲突对学生来说无处不在 大学有责任帮助学生 有效的管理冲突 父母则需要给学生自由成长的空间 过度监管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研究表明 儿童心理健康的下降 与父母对他们独立活动的限制 直接相关 让孩子去上大学 可能会让人感到害怕 但这样做对他们的成长是必要的 父母需要让他们独立 让他们犯错误 偶尔受伤 学会应对差异 这样他们会更好 保护儿童在线 让父母掌控 美国企业研究所 在我结婚和成为父母之前 我曾愤怒地写过 关于政府介入养育孩子的 曲线的文章 例如 2002年 我写了一篇关于 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的文章 该法要求在网站或服务 从13岁以下的儿童 收集个人信息之前 获得可验证的父母同意 许多孩子将失去 有价值的教育内容 和健康的在线互动 这些往往是贫困 非英语母语或缺席父母的孩子 其他孩子将学会通过 谎报年龄来获得 其他孩子享受的世界 无论哪种方式 COPPA再次表明 无论是在线还是离线 没有什么能代替父母的作用 通过Adobe Images 几十年后 凭借经验的教训 我现在可以说 我是对的 此外 我仍然在交换同音异语词 本周 安东宁 斯卡利亚法学院 法律与经济中心的经济与隐私项目 PEP和佛罗里达大学新闻 与传媒学院的马里昂 B 布伦纳第一修正案项目 Marian B. Breckner First Amendment Project 就联邦贸易委员会最近提出的 儿童在线隐私保护规则修正案 提交了意见 我很高兴 能与第一修正案项目的首席合作者 简班鲍尔和Ped詹姆斯 库珀一起参与其中 该意见指出 越来越多的实证文献发现 由于限制信息流动的隐私法规 导致在线平台收入减少 与产出和质量降低之间 存在因果关系 这就是说 像这样的法规 会减少儿童可用的内容 并降低其质量 让孩子远离屏幕 是一种好的本能 但我们不是动物 好吧 孩子们有点像 联邦贸易委员会 应该进行研究 而不是假设 对于接触较少有趣内容的孩子 会发生什么 我们这些精英们 可能会确保他们阅读书籍 或户外玩耍 但并不是每个人 都有一个安全的草坪 可以送他们的后代去玩 正如评论中所说 目前尚不清楚 减少在线服务的数量 或吸引力后 孩子们是否会选择 更有益的活动 如体育 音乐或学习 而不是转向质量较低的 在线内容 或其他媒体 如电视或视频游戏 对我来说 这个评论令人兴奋的地方 在于对联邦贸易委员会 明显涉足言论管制的认识 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规定了一个通知和同意的制度 联邦贸易委员会应要求 对有关儿童信息的信息政策 进行全面通知 然后监督公司 收集父母的同意 无论在强制性过程中 还是在家庭成员之间进行 这样做的缺陷 都是可以接受的 至少父母 有最后的决定权 这使得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免受第一修正案的挑战 联邦贸易委员会现在正在引入或扩大言论管制 在儿童在线隐私保护规则 复杂的通知 许可和例外制度中 散布着各种关于公司可以使用和不可以使用信息的警告 例如 某些关于儿童的信息不得用于优化用户注意力或最大化用户参与度 评论中写道 像参与度或注意资源这样的术语 可能会在言论自由方面产生一些修辞上的距离 但实际上 所有演讲者都试图最大限度地吸引听众的参与度 参与度对于政治辩论 教育和思想交流 这些崇高目标 以及为创造所有这些言论 付出努力的可耻 但必要的目标来说是必要的 在这个信息时代 许多更重要的企业都涉及信息和言论的创造和传播 可能类似于物理产品上的保险杠和圆角的规定 是对言论产品的规定 这样的规定将必须符合高度的第一修正案标准 这意味着要证明他们直面真正的伤害 无论意图多么善良 联邦贸易委员会都不应该假设通过没有良好证据支持的解决方案 来解决一类广泛的问题 除非有一个明显优于他们的监管过程 否则疲惫不堪的父母应该负责 我的观点在一些领域发生了变化 自我年轻时攻击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等政府法规以来 当我看到我的朋友们在育儿和抚养孩子时 我意识到这个领域应该由严格的政府许可来控制 当然我不希望由联邦贸易委员会来管理 而是由一个全新的内阁级机构来管理 我很惊讶我们的物种在没有这样一个机构的情况下 居然存活了这么久 并请参阅 立法透明还是违宪的政府强制社交媒体审查 摆脱令人讨厌对于第一修正案来说还不够 保护儿童在线需要共同责任 关于原数据和未成年人过滤器和文件 前进的不确定路径 本文最初发表于美国企业研究所AEI 一个真实的勾结案例 外交事务 俄罗斯长期以来一直在干涉美国选举 根据由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 发布的一份一千页报告 他们在2016年进行了一系列有组织的努力 以确保唐纳德、特朗普获胜 该报告没有发现特朗普的竞选团队 与俄罗斯进行了协调一致的阴谋 但他记录了特朗普竞选顾问 与克里姆林工特工之间广泛的秘密联系 俄罗斯有充分的动机在2024年选举中 偏袒特朗普 因为他承诺削减对乌克兰的支持 而乔·拜登总统正试图增加对乌克兰的支持 然而,这并不是美国候选人第一次与俄罗斯勾结 1948年,前农业部长、商务部长和富兰克林 罗斯福总统副总统亨利 华莱士试图破坏哈里、杜鲁门总统的外交政策 并让美国公众相信 华莱士的胜利可以立即结束出路端倪的冷战 华莱士秘密与苏联官员 包括约瑟夫、斯大林合作 试图将自己确立为和平的政治家 华莱士在1948年与斯大林的勾结 对于2024年的选举是一个警示 特朗普已经表示他将在一天内结束乌克兰战争 这与普京希望美国人民拒绝支持乌克兰政府的愿望一致 特朗普和普京之间的勾结 以虚假的和平承诺形式出现 因此,在政治上是有意义的 美国选民有必要保持警惕、批判和明辨是非 以防止这种勾结再次发生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3月19日 OpenAI CEO珊姆奥特曼再度做客美国知名播客栏目Lex Freeman 两人的谈话持续了近两个小时 奥特曼不仅深入剖析了OpenAI董事会近期的变动 还畅谈了首席科学家伊利亚、苏茨凯福的未来动向 与马斯克起诉按相关的纷争 以及引发巨大讨论的AI文字转视频工具SOR 好至7万亿美元的芯片计划 即将推出的新一代大语言模型GPT5 乃至通用人工智能的远景规划等 采访的要点总结 计算力将成为未来最宝贵的财富之一 人工智能的发展将是一场巨大的权力斗争 Sam回顾了在OpenAI董事会经历的困难时刻 称其为职业生涯中最痛苦、混乱和令人沮丧的经历 但这些经历有助于增强韧性 OpenAI正在寻找新的董事会成员 希望引入具有不同专业背景的人才 包括非盈利组织、学习型公司、法律和治理等领域的专家 董事会需要回应全球的需求 而不仅仅是自身利益 人们对产品发布策略的反思 认为应该更加迭代的发布 避免突然的更新 以满足用户的需求 GPT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但并不足以改变世界 真正意义上的AGI应该能够显著提高科学发现的速度 大部分真正的经济增长来自科学技术的进步 Sam期望首个AGI系统能够回答 关于宇宙统一理论和外星文明存在性等重大科学问题 没有任何一个个体或机构应该对AGI拥有绝对控制权 需要建立一个强大的治理系统来管理AI的发展 目前AI安全研究者过于关注某些具体的技术风险 而忽视了其他一些重要的问题 未来编程可能会以自然语言交互的方式进行 传统的编码方式可能会逐渐减少 OpenAI在机器人领域有一些进展和规划 虚拟现实技术以其超逼针和照片般的真实感著称 在虚拟世界中很容易迷失自己 错 这对大自然机械化运作的进化机制赞叹不已 尤其是在亚马逊丛林中的观察 科技发展非常强大且吓人 但作者对宇宙中存在智慧外星文明非常有信心 人工智能可能更像是人类之间的支撑和社会联系 而不是单个大脑 人类共同建立的知识基础赋予了我们无比的能力 这种集体创造让作者对未来抱有希望 尽管有时会提到人工智能的风险 但对于死亡 我们更多的是感激生命中的美好时刻 在对人工智能未来的展望中 Sam表达了对人类未来的乐观态度 认为人类社会一直在持续进步 Sam引用了科幻作家Arthur C. Clark的一句话 在这个星球上 我们的角色可能不是崇拜上帝 而是创造上帝 以下为采访全文 OpenAI董事会之争 Lex Friedman 请你带我了解一下 从11月16日星期四开始的 或者对你来说是 11月17日星期五的OpenAI董事会那一连串的事件 Sam Altman 那确实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职业经历 混乱 羞耻 心烦 还有很多其他的负面情绪 当然也有不少好的方面 但我当时被肾上线素冲得头昏眼花 从而能够停下来 细细品味那些宝贵的经历 我翻看了那个时期 自己发的一条就推特 感觉就像再读自己的道词 看着别人对你说出的那些美好的话 感受到来自我所爱和在乎的人的强大支持 那真的非常美妙 整个周末 尽管遭遇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但总体而言 我感受到的爱远远超过了恨 尽管当时感觉自己完全搞不懂发生了什么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这感觉真的很糟糕 确实有些时候 我认为这可能会成为 AI安全领域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之一 不过 我也觉得 它发生的相对较早是件好事 但我也很庆幸这一切发生的相对较早 我认为在OpenAI成立和通用人工智能 AGI诞生的过程中 注定会有一系列疯狂且具有爆炸性的事件发生 而且未来也许还会有更多疯狂的事情发生 这些事件虽然令人不安 但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为未来应对更多挑战做好了准备 但你有没有预感到 你可能会经历某种权力的角逐 通往AGI的道路肯定会充满激烈的权力角逐 所以你必须得经历这个过程 正如你所说要尽可能频繁的迭代 弄清楚如何构建董事会的架构 如何进行组织管理 如何选对合作伙伴 以及如何有效沟通 目的是为了尽量减少权力斗争 Sam Altman 没错 Lex Friedman 放轻松 Sam Altman 但现在那感觉像是一段已经过去的时光 曾经非常艰难 痛苦 难以忍受 但我们又回到了工作岗位 事情忙得不可开交 强度巨大 以至于我并没有太多时间去回想那段经历 那之后有一阵子 可能是一个月左右 或者说45天之后 我仿佛处于一种恍惚状态 每天都感觉自己像漂流瓶一样 茫然似乎 我的精神完全崩溃了 情绪也陷入了极度低落 Lex Friedman 就在个人心理层面上 Sam Altman 是的 非常痛苦 而且在那种情况下 还得坚持管理OpenAI 难度真的很大 我只想找个洞穴钻进去 好好休养一阵子 不过现在 我们又回到了奋战在我们的使命上 Lex Friedman 对于你这样 有极高潜力打造AGI的人来说 回过头去 反思董事会架构 权力动态 公司运作方式 研究与产品开发之间的张力 金钱等因素 无疑是有益的 这样一来 未来你在建立AGI的道路上 可以更加有条不紊 少一点戏剧性冲突 所以 不妨去那走一遭 不仅是为了你 作为领导者的个人心理层面的成长 同时也是为了搞清楚 董事会结构 和所有那些复杂混乱的事物 Sam Altman 我确实从中学到了 许多关于组织结构 激励机制 以及我们对董事会的期望 在某种意义上 这种情况现在发生 我觉得还是有它的价值的 我认为 这可能不是OpenAI最后一次 面对如此大的压力 但这无疑是一个相当紧张的时刻 我的公司差点就垮了 除了考虑很多其他 我们必须为AGI准备好的事情外 思考如何打造一个有韧性的组织 如何构建一个 能承受世界压力的结构体系 我认为这非常关键 Lex Friedman 你能感觉到 董事会在角色过程中的深度 和严格程度吗 能否透露一下 这种情形下 涉及的人与人之间的动态 是怎样的 是不是就几次对话后 事态突然计划 然后就有人说 为什么不开除三这种话 Sam Altman 我认为 董事会成员总体上 都是出于好意的人 我相信 在那种压力环境下 人们感到时间紧迫 或其他什么 人们会做出 不那么明智的决定 都可以理解 我认为 OpenAI面临的挑战之一将是 我们需要有一个 擅长在压力下 运作的董事会和团队 Lex Friedman 你觉得 董事会的权力过大了吗 Sam Altman 我觉得 董事会理应掌握重要的权力 但是 我们注意到 在大多数公司架构中 董事会通常需要 对股东们负责 有时 人们拥有超级投票权 或其他什么 在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 对于我们的架构来说 我认为 我们结构中的一个问题是 我们可能没有充分考虑到 非盈利组织董事会 实际上掌握着很大的权力 他们并不真正向任何人负责 除了他们自己 这样有它的好处 但我们更希望的是 OpenAI的董事会 能够对全世界负责 尽管我们知道 在实践中 这可能很难做到 Lex Friedman 所以他们宣布 成立了一个新的董事会 Sam Altman 对 Lex Friedman 刚开始是一个新的小型董事会 现在又换成了新的正式董事会 Sam Altman 我们的董事会 还没有最后敲定 我们已经添了一些成员 接下来还会继续增加 Lex Friedman 加了一些 好的 在新版本里 修复了之前版本 哪些可能出现的问题呢 Sam Altman 旧董事会在大约一年时间里 逐渐缩减了 起初是九个人 后来减到六个 接着我们在增补新成员上 意见不同意 我觉得董事会中 也缺乏经验丰富的成员 而现在OpenAI的新董事会成员们 都有着更多的董事会工作经验 我认为这会有所改善 Lex Friedman 这个问题受到了不少批评 比如有人对拉里 萨莫斯被加入董事会表示不满 你们挑选董事会成员的过程 是怎样的 这个过程中涉及哪些因素 Sam Altman 选择Brad Taylor和萨莫斯为董事会成员 是在那个非常紧张的周末做出的决定 而那个周末真是就像坐过山车一样 给人一种大起大落的感觉 我们尝试就新的董事会成员名单达成一致 这些成员既要让这里的执行团队感到满意 也要得到原董事会成员的认可 实际上 萨莫斯是原董事会成员推荐的人选之一 至于Brad 我想在那个疯狂周末之前 我就提议过他 但他当时很忙 不想接受这份工作 之后 我们确实需要帮助 他才加入进来 我们也考虑了很多其他人选 但我觉得如果我回来的话 我需要更换新的董事会成员 我不认为我可以在同样的人员配置下 再次与原董事会合作 尽管后来我们决定让亚当 德安吉洛 Adam D'Angelo 留下 但我们考虑了各种配置 最终决定想要组建一个三人的董事会 并需要短时间内找到两名新的董事会成员 所以那些决定确实是直接做出的 你必须在战场上迅速做出决定 那时你没有时间设计严格的流程 对于之后的新的董事会成员 以及我们还将要继续添加的新成员 我们有一些认为对董事会来说重要的标准 我们希望这些人具备的不同专场 与招聘一名高管不同 他只需要把一个角色做好 但对于董事会成员来说 他需要需要在治理和思考方面 表现出全方位的能力 因此布雷特说的一句话我很认同 那就是我们想要以成批的形式招聘董事会成员 而不是一次一个的招聘 我们正在考虑的是一群能够带来 非盈利组织专业知识 公司运营专业知识 良好的法律和治理专业知识的人 这是我们试图优化的目标 Lex Friedman 那么董事会成员个人的技术水平重要吗 Sam Altman 不是每个董事会成员都需要这类素养 但确实有一些人需要 这也是董事会职责一部分 Lex Friedman 人们可能还不太了解OpenAI的有意思的一面 我自己肯定也不够了解 那就是运营业务的所有那些细致末节 当人们想到董事会 再想到那些戏剧化的元素 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你 他们会思考 如果你们开发出通用人工智能 或者其他一些具有巨大影响的产品 并且成功将它们推向市场 那么你和董事会之间会有怎样的对话呢 他们还会考虑 在这种场景下 要组建一个怎样的团队 来进行决策和讨论 Sam Altman 你看 我认为董事会里肯定需要一些技术专家 同时也需要那些会考虑的 我们怎样部署这项技术 才能最大限度的造福人类的人 还需要那些有着截然不同视角的人 我想 像你我这样的人可能会犯的一个错误 就是以为只有技术上的理解才是关键 这确实是你希望董事会讨论的内容之一 但还有很多其他方面 比如这项技术将如何影响社会和人们的生活 这些你也同样希望能够在董事会中得到体现 Lex Friedman 你是在审查他们过去的成就记录 还是只是跟他们进行交流 Sam Altman 过往经历很重要 但有些职位我完全不看重过往经历 只看他的上升势头 忽略掉外轴的结局 Lex Friedman 谢谢你 感谢你用数学的方式向观众阐明问题 Sam Altman 作为董事会成员 我确实更在乎外轴结局 在这方面 我觉得对于过往业绩的记录能说的深入之处很多 而且经验是一种很难替代的东西 Lex Friedman 你是尝试将过往经历你何谓多项是函数还是指数函数 Sam Altman 这个比喻有点牵强 Lex Friedman 好的 你之前提到了那个周末经历的一些低谷时刻 在心里上 你都遇到了哪些挫折呢 你有没有想过干脆去亚马逊雨林 尝试一下阿亚瓦斯卡 一种之幻迹 然后就此隐匿天涯呢 Sam Altman 这段时间真的很糟糕 不过也有一些非常棒的时刻 我的手机简直要爆炸了 一直收到来自我日常工作的伙伴们 以及那些十年未见的老朋友们发来的暖心信息 我应该更加珍惜这些时刻 但当时我忙于应对危机 没能充分感受到这份温暖 不过这确实让人感觉很难厚 总体而言 那个周末非常痛苦 它就像是一场在公众视线中打响的战斗 出乎意料的让我筋疲力尽 远比我预期的要泪 通常争斗本就令人筋疲力尽 而这场尤其如此 董事会在周五下午做了这个决定 我真的很难获得任何答案 但我也觉得 既然董事会有权这么做 那么我就应该花点时间 好好想想我接下来想要做什么 不过 我会试着在这件事中寻找隐藏的幸运 我当时心想 我的目前职位在OpenAI 或者至少过去是 负责运营一个规模相当大的公司 我一直最喜欢的部分 就是与研究者们共事 然后我就在想 对 我完全可以去 从事一项高度聚焦的AGI研究工作 这个想法让我感到很兴奋 当时我甚至没意识到 所有这些努力可能会化为泡影 那是在一个星期五的下午 Lex Friedman 所以你已经接受了这一的终结 Sam Altman 非常快 真的非常快 我确实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迷茫和愤怒 但这种状态转瞬即逝 到了周五晚上 我已经在跟人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做 而且我对此感到振奋 我记得是周五晚上 我首次听到我们执行团队的人说 嘿 我们将会反击 然后 我带着 绝了 心想 向前冲 Lex Friedman 你能睡着吗 Sam Altman 不多 有一段蛮奇怪的时期 大概四天半吧 我几乎没怎么睡觉 也没怎么吃东西 但是依然精力充沛 你会在暂时了解到一些关于肾上腺素的奇特现象 Lex Friedman 所以你已经接受了 这个被你视为孩子的Open AI 会有失败的一天 Sam Altman 我当时对那个新东西特别激动 就那么想着 行吧 这玩意儿却是疯了点 但管他呢 那天周六早上 两位董事会成员给我打电话说 嘿 我们并不是想搅局 我们不打算在这里大把存储价值 我们能谈谈你回归的事情吗 起初 我真的不想回去 但后来我又仔细思考了一番 我意识到 我非常关心这里的人 我的合伙人和股东们 我爱这家公司 于是 我想了想 对他们说 好吧 不过我有我的条件 而那整个周末 是最让人痛苦的时刻 我不断地反思 也被告知 而且不只是我 我们整个团队都在想 我们正在努力维持open air的稳定 而此时 全世界似乎都在试图将其分崩离析 到处都有人在尝试挖角 我们一直被告知 好了 我们快要弄完了 我们快要完成了 我们只需要再多一点点时间 这让人非常困惑 直到周日晚上 我几乎每隔几小时 就会以为我们就要结束了 我们能找到方法让我回去 让一切恢复原状 但董事会随后任命了一位新的临时 CEO 那一刻我感觉真的很难受 那是整件事中最低谷的时刻 我跟你说 虽然感觉非常痛苦 但我在那整个周末都感受到了很多爱 除了那个周日晚上的瞬间 我不会说我的感受是愤怒或恨 相反 我感受到了来自人们的爱 也对他们满怀爱意 那很痛苦 但那个周末的主导情绪是爱 而不是恨 Lex Friedman 您曾对Mira Murati 给予高度评价 说他在那些关键的 停静的时刻 给予了特别的帮助 就像您在推文中提到的那样 或许我们可以稍微绕个弯 您最欣赏Mira的什么特质呢 Sam Altman 他在那个周末的混乱中 表现得非常出色 但人们往往是在危机时刻 无论好坏 才会关注领导者的表现 然而 我真正看重的是 在一个平凡的周二早上9点46分 在日常的平淡和繁琐中 领导者如何行动 一个人怎样出席会议 他们做出决策的质量如何 这就是我提到的静默时刻的含义 Lex Friedman 绝大多数的工作 都是日复一日 在一次次会议中慢慢推进的 只需要聚精会神 做出优秀的决策就行了 Sam Altman 是的 看吧 你想要花费过去20分钟 探讨的那件事 我明白 是关于那个非常戏剧化的周末 但那并不是OpenAI的核心所在 OpenAI的重心 实际上在于其余的七年 这位我们提供了洞察人性的窗口 包括人性的极致 以及或许正是在那些时刻 人类文明的某些毁坏和伟大成就 得以显现 因此这非常具有启发性 Part 2 Villie Suitskever去哪了? Lex Friedman 那么关于Villie的问题 我可以问你吗 他是不是被关在某个秘密和设施里 作为人质? Sam Altman 不是 Lex Friedman 那么普通的秘密基地呢? Sam Altman 不是 Lex Friedman 一个不赦密的和设施怎么样? Sam Altman 肯定也不是 Lex Friedman 这事已经有点长梗了 你跟Yellie认识很长时间了对吧? 他显然卷入了那场董事会的风波 现在你俩的关系怎样? Sam Altman 我非常喜爱 Illie 对他也有着极大的敬意 关于他的计划 我现在真的没什么可以透露的 这应该由他来回答 不过 我真心希望我们能够持续合作 至少在我的职业生涯剩余时光里 他比我年轻那么一点 也许他会比我工作更长久一些 Lex Friedman 有个流传的段子说 他看到了一些东西 好像是他看到了AGI 这件事让他内心充满了忧虑 Illie到底看到了什么? Sam Altman Illie从来没有见过通用人工智能 AGI 我们任何人都还没有 我们也还没造出通用人工智能 不过 Illie身上有很多让我敬佩的品质 其中一个就是他非常重视 关于通用人工智能 极其广泛的安全问题 这包括他可能对社会造成的影响 随着我们不断地取得显著进展 这几年 我最多的时间都是和Illie一起讨论 这将意味着什么 我们需要怎么做才能确保做得正确 以保证我们的使命能够成功完成 所以 虽然伊利亚没有见过AGI 但他对确保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航的正 走得稳得深思熟虑和忧虑 对人类来说是一份宝贵的贡献 Lex Friedman 我过去与他有过不少交流 我觉得 每当他谈到技术 他总是持有一种长远的思考方式 他不太关心一年内会发生什么 而是在想象十年后的情况 基于首要原则去思考 好的 如果这东西真的能够扩展开来 那么基本要素是什么呢 会有哪些发展 这种思考方式 为他们在关注所有的安全问题等方面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也让和他对话变得非常吸引人 你了解他为何近来先有发生了 他是不是在做些灵魂深处的思索了 Sam Altman 再说一次 我不想代表艾利发言 我觉得你应该亲自去问问他 他绝对是个思考深刻的人 我认为艾利始终在 以非常积极的方式进行灵魂探索 Lex Friedman 是的 他还真懂得沉默的魅力 我听说他其实挺逗的 不过我个人还没机会见识过这一面 Sam Altman 当那种情况发生时 感觉真的很温馨 Lex Friedman 我还没遇到过傻傻的艾利 不过我也挺期待这一天呢 Sam Altman 我最近和他一起去了个晚宴 他当时正在和一只小狗玩 心情非常轻松 嬉皮 真的很让人觉得亲切 我当时就想 哇 这面是 利利不太给外界看到的 Lex Friedman 那么 就这整装事情而言 你对董事会的架构满意吗 Sam Altman 是的 Lex Friedman 关于这一切极其走向 你有何看法 Sam Altman 我对新董事会的组建 感到非常满意 在OpenAI的架构方面 董事会的职责之一 就是进行审视 看看我们如何能够加强其结构的任性 我们的首要任务 是先确定新的董事会成员 但显然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对结构的认识 有了显著的进步 我认为 我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见解 这是一段极其混乱和痛苦的经历 我觉得这就像一场怪异的完美风暴 这对我来说预示着未来的挑战 随着赌注的不断升高 我们需要有更为强健的智力结构 流程和团队 我很庆幸这一切在我还年轻时发生 但实际上这是一次异常艰难的经历 Lex Friedman 这会不会使你在信任别人方面变得更加犹豫呢 Sam Altman 是的 Lex Friedman 就个人而言 Sam Altman 是的 我自认为是一个极度信任他人的人 我一向坚持的人生哲学是 不必太过担忧 不必在意那些偏执的疑虑和极端的可能性 这样做的代价可能是偶尔吃点小规 但作为回报 你得以放松警惕的生活 然而这件事对我来说真的是晴天霹雳 我措手不及 它确实改变了我 我并不喜欢这种改变 但它确实影响了我 对于对人默认信任的态度 以及对潜在坏情况的规划 Lex Friedman 你得在这方面多加留心 你担心自己会变得过于愤世嫉俗吗 Sam Altman 我不害怕自己会变得过于愤世嫉俗 我觉得我本性里就很不愤世嫉俗 但我担心 自己可能逐渐丧失那种对别人的本能信任 Lex Friedman 我其实还没把握好 对于那些正致力于开发通用人工智能的人而言 是信任模式更为适宜 还是持怀疑态度更好 这条路你走得真有意思 不过说到架构 我其实更关注人这一层面 你怎么做到让自己周围都是那些既在打造酷炫东西 又能做出睿智选择的人 因为你挣的钱越多 这件事的影响力也就越大 周围的人就越发变得诡异 Sam Altman 我觉得你完全可以就董事会成员的问题 以及我应该给予的信任程度 或者说我应该采取不同的做事方式提出种种意见 但如果说到这里的团队 我相信你会给我一个非常高的评价 对于那些我每天都要共事的人 我心中充满了巨大的感激 信任和尊重 我认为让自己被这样的人包围是极其重要的 我们共同的朋友Elon Musk起诉了Opene Eye 在你看来他批评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他有多少批评是站得住脚的 又有多少是误会或不对的 Sam Altman 我真的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最初我们只认为自己将成为一个研究实验室 对这项技术未来的发展毫无头绪 那是七八年前的事 现在想回忆起当时的情况真的很难 那个时候语言模型还没成为热门话题 我们甚至还没想到 要开发一个API或者卖聊天机器人的访问权限 我们也没有想过要将其产品化 当时我们的想法就是 我们就去做研究吧 至于研究成果能用来做什么 我们并不清楚 我想在探索完全吸引的事物时 你总是摸着石头过河 制定一些假设 而这些假设大多数最终都被证明是错误的 接着我们意识到 我们需要做出一些不同的事情 并且需要巨额的资本 所以我们就在想 行吧 当前的结构显然不太合适 我们该怎样去补救 补了一次又一次 最终我们得到的东西 却是让人不禁条条眉毛 至少可以这么形容 不过 我觉得我们在每一步都做出了合理的角色 这并不是说 如果能有机会回到过去 有个先知在旁边指导 我就不会选择完全不同的做法 不过 当时我们手边可没有先知 不管怎样 至于埃龙真正的动机是什么 我真的不清楚 Lex Friedman 在OpenAI的博客文章中 他们给出的回应 主要集中在 为什么他们认为 不应该继续推出完整版 GPT三API的理由 他们提到了 对模型潜在被滥用的担忧 以及他们认为 现阶段需要加强监管 和提高透明度 此外 他们也谈到了 对于AI长期影响的责任感 并表示愿意与其他机构合作 确保AI的使用 是安全和有益的 Sam Altman 我们刚刚提到 埃龙表达了一系列看法 这里是我们的陈述 或者说不是我们的陈述 这是对事件经过的一个描述 我们试图不代入个人情绪 只是陈述 这就是历史 Lex Friedman 我觉得伊朗对你刚才提到的一点 有些误解 也就是你们当时 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有多大 你们只是一帮小研究团队 疯狂地讨论着 而那时候 所有人都觉得 这个想法很可笑 Sam Altman 伊朗不久前 还在疯狂地谈论发射火箭 那时候 大家都对这个念头 嗤之以鼻 所以我觉得 他对这件事 会有更多的共鸣 Lex Friedman 我确实认为 这里面有一些个人的因素 Open AI和这里的 很多了不起的人 决定与Elon Musk 分道扬镳 因此存在一些 个人层面的 Sam Altman 伊朗选择了离开 Lex Friedman 你能具体说说吗 那种选择分道扬镳的情形 Sam Altman 他觉得 Open AI快要失败了 他想要完全控制权 来挽救局面 但我们想要继续沿着 现在Open AI所走的方向前进 他还想要 特斯拉能够开展一个 AGI 人工通用智能 项目 他在不同时间点 有过多种想法 包括把Open AI 变成一个 他能控制的盈利性公司 或者是让他 与特斯拉合并 我们并不同意这样做 于是他决定离开 这也挺好的 Lex Friedman 所以你的意思是 正如那篇博客文章里提到的 他想要的是 Open AI能为特斯拉收购 或许是与微软的合作方式 有点相似 或者说可能是一种 更为戏剧化的形式 Sam Altman 我的记忆里 那个提议就是这么回事 就是说 被特斯拉收购 然后让特斯拉完全掌控的 我很确定 提议就是这个意思 Lex Friedman 当时 Elon Open AI中的Open 对你意味着什么 Lex在邮件往来中 已经谈论过这个话题 那时候他对你意味着什么 现在又是怎样的意义呢 Sam Altman 说到如果能带着一个神域重来 我可能会选一个不同的名字 Open AI正在做的众多事情中 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 免费的将强大技术 交到人们手中 作为一项公共福利 我们不在我们的服务上 投放广告 Sam Altman 作为公共利益的一部分 我们没有在免费版本中投放广告 也没有通过其他途径来盈利 我们的出发点 只是我们的使命 免费为人们提供越来越强大的工具 并且让他们去使用 我觉得这样的开放 对我们的愿景至关重要 如果我们能够提供优秀的工具 让人们学会使用 或者他们甚至可以自学成才 然后用这些工具 为彼此打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这将是意义重大的 所以 如果我们能持续 向世界提供免费或低成本的 强大AI工具 这将极大的推进我们的使命 至于是否开源 我认为我们应该对一些东西开源 而对其他的则不必 这件事往往会变成一种信仰之争 很难保持中立 但我相信寻找平衡点 才是正确的做法 所以他就跟我说 如果你们把名字改成Close AI 我就撤销诉讼 我是说 难道这就要成为一个围绕名字的梗 在这片战场上互相对决了吗 我觉得这体现出 伊朗提起诉讼的严肃态度 说实话 这种说法真是让人吃惊 Lex Friedman 你要是觉得我错了就纠正我 但我个人觉得 这场官司在法律上并不算严重 他更多的是在向人们传递一个 关于未来通用人工智能 AGI 以及目前在这个领域领先的公司的信息 Sam Altman 看 我的意思是 在人们指出这样做有点伪善之前 Grack是没有开源过任何东西的 然后 他宣布Grack将在本周开始 开源一些东西 我认为对他来说 这件事并不仅仅是关于是否开源的问题 Lex Friedman 我们会讨论一下开源和非开源的话题 我倒是觉得 批评一下竞争对手挺好的 适当的说点坏话也无妨 但这得是建立在友好竞争的基础上 比起来 我个人真是非常讨厌打官司 Sam Altman 看 我认为整个事情对于一个建造者来说 是不应该的 我尊敬埃隆 他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建造者之一 我知道他清楚地感受过 被那些仇恨者攻击的滋味 这让我看到他这样做时 更加感到悲哀 Lex Friedman 是的 他可以说是史上最杰出的创造者之一 甚至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卓越的建设者 Sam Altman 这让我感到悲伤 我觉得很多人也有同样的感受 一直以来 有那么多人仰慕他 我在某个访谈里说过 我怀念曾经的一乱 结果收到了好多回信 他们都说 你的话完全表达了我的心声 Lex Friedman 我觉得他就应该赢 他应该让X-GROG打败GPT 然后GPT又反过来打败X-GROG 就这样互相竞争 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件美事 但说到开源的话题 你认为有很多公司在探索这个概念吗 这挺有意思的 我倒觉得Meta出乎意料地 在这个领域走在了前面 或者至少在这场棋局中 他是第一个真正开放原码的 当然了 他们开源的并不是最尖端的模型 不过他们开源了 浪漫 谷歌也在考虑开放一个规模较小的版本 开源有什么优缺点 你自己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Sam Oldman 是的 我确信开源模型绝对有其立足之地 尤其是那些人们可以在本地执行的体积较小的模型 这方面确实存在巨大的需求 我想未来会出现一些开源模型 也会有一些必源模型 这一点上 他并不会与其他生态系统有所不同 Lex Friedman 我听了所有关于这起诉讼和其他类似事情的播客 他们更加关注的是 从非盈利到设定盈利上限这一变化所树立的先例对其他初创企业会有什么影响 这会是一个怎样的启发 Sam Oldman 我强烈不建议任何想要先作为一个非盈利组织起步 之后再加入盈利性分支的创业公司这么做 我真的非常不推荐这种方式 我觉得我们这里也不会创造这样一个先例 如果我们知道会发生什么 我们肯定也会那么做的 Lex Friedman 理论上来说 如果你在这里的舞跳的够美 或许能享受到一些税收优惠之类的东西 但是 Sam Oldman 我觉得大部分人对这些事情的看法不是这样的 Lex Friedman 如果你这样做 创业公司根本不可能省下一大笔钱 Sam Oldman 不 我觉得有些法律会让这件事变得相当棘手 Lex Friedman 你期望与硬之间的关系如何发展 这种紧张 这场对峙 你希望它会怎样 假如从现在起向前看一 二 三年 你和他在私人层面上的关系 像是友情 友好竞争 以及所有这些互动 Sam Oldman 是的 我非常尊敬 伊朗 我希望在未来的岁月里 我们能保持一段友好的关系 Lex Friedman 是的 我希望你们这个月能够保持友好的关系 一起在竞争中取得胜利 共同探讨这些有趣的理念 我才会有些关于人财货其他方面的竞争吧 但关键是要保持友好竞争的氛围 就去创造一些酷炫的东西吧 艾龙在这方面确实很在行 你也不赖 Part 4 Sora Lex Friedman 讲到厉害的玩意儿 Sora真的很吸引人 我有一百万个问题想问你 首先 它的确令人称奇 无论是在产品层次上 还是在哲学层次上 那么我就从技术哲学的角度来提问吧 你认为它比如说 相比于GPT4 在理解世界这方面是更胜一筹 还是稍叙一筹呢 在训练这些补丁时 它对世界模型的理解 与仅仅基于语言标记 有什么不同呢 Sam Wolfman 我觉得这些模型对世界模型的理解 实际上比我们多数人 给予的认可要深 因为他们对某些事情的理解 是如此的清晰明了 他们对其他事情的无知或错误 就显得尤为突出 人们很容易一眼看穿他们的不足 然后说 这全是假的 但实际上并非全是假象 有些部分是有效的 有些部分则不然 我还记得第一次看SOR视频时的情景 你会看到有人走过来 挡住画面几秒钟后又走开 而被遮挡的东西依旧在那 我当时就想 哦 这效果挺不错的 或者 有时候 你能看到它展现出一系列动作中 物理规律的那种精准 真的让人印象深刻 但说到底 这些模型只会越来越强大 这种进步还会继续 如果你关注一下从1到2再到3 再到SOR的发展轨迹 会发现有很多人 在每一个版本上都曾嘲讽 说他做不到这个 做不到那个 但现在看看他的表现吧 Lex Friedman 你刚才提到的遮挡问题 其实就是要对世界的三维物理现象建模 而且要做得足够好 才能捕捉到这类情况 Sam Altman 嗯 Lex Friedman 你可以跟我说说 为了应对遮挡问题 世界模型需要做什么呢 Sam Altman 我想说的是 他在处理遮挡方面表现的相当出色 而说他背后有一个很强大的三维世界模型 这个说法就有些牵强了 Lex Friedman 但你觉得 仅凭这些二维训练数据的方式 就能达到那个目标吗 Sam Altman 看起来这种方法能出乎意料的走得很远 我不太想去猜测 他能克服哪些限制 哪些又不能 不过 Lex Friedman 你发现了系统的那些有趣局限性 我的意思是 你分享过一些挺有趣的例子 Sam Altman 有各种各样的有趣现象 比如 视频中的猫咪在任意位置 突然长出一条额外的肢体 你可以随意挑选 但现在仍然存在许多问题 有很多弱点 Lex Friedman 你觉得这是这种方法根本上的缺陷呢 还是说 只要有更大的模型 更细致的技术处理 或者更高质量 更多量的数据 就能解决猫发芽这类问题 Sam Altman 我对这两点都是肯定态度 我认为 这种方法给人的感觉与我们通常的思考和学习方式大相径庭 同时 我也相信随着规模的增加 它的效果会进一步提升 Lex Friedman 就像我提到的 LLMS有Token 文本Token 而Sora则有视觉Patch 他把所有的视觉数据 包括各种不同的视频和图片 都转换成了Patch 训练过程可以说完全是自监督的吗 还是会涉及到一些手动标注的工作 在整个过程中 人的参与程度是怎样的 Sam Altman 我是说 不详细谈论Sora的方法 我们的工作就已经利用了大量的人类数据 Lex Friedman 但不是互联网级别的数据量了 这就意味着需要大量的人力 Sam 大量这个词可不简单 Sam Altman 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用很多这个词挺合适的 Lex Friedman 也为对我来说 很多吗 你听我说 我是个内向的人 要是和三个人一起出去 对我来说人就已经够多的了 要是四个人 那简直就是超负荷了 不过我猜你指的很多可能是比这 Sam Altman 对 确实是有不止三个人在给这些模型做数据标注工作 Lex Friedman 好的 对 但归根到底 有大量的自监督学习 就像你在技术报告里提到的 我们处理的是互联网规模的数据 这实在太美妙了 他就像是 也就是说 这些数据并非有人工标注 可以认为是以这种方式自监督的吗 Sam Altman 对 Lex Friedman 然后问题在于 互联网上到底有多少数据 可以用于这种自我监督学习的方式 只要我们能弄清楚自我监督的具体细节 你有没有考虑过 更进一步公开这些细节 Sam Altman 我们有的 你是特制信息的来源吗 Lex Friedman 出处特别指出 因为很有趣 那些让语言模型如此神奇的元素 现在能否开始转向视觉数据呢 而这一过程需要怎么做呢 Sam Altman 我感觉是这样没错 不过我们还得加把劲 干更多的活 Lex Friedman 当你这么问的时候 是在担心些什么呢 为什么会对发布这个系统感到忧虑 可能会有哪些潜在危险 Sam Altman 我是说坦白讲 在发布系统之前 我们必须确保它的效率达到人们期望的规模 这样才能确保系统能够正常工作 这一点我不想轻描淡写 在这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完成 但你可以想象到 像深度伪造 错误信息这样的问题 我们试图作为一家深思熟虑的公司 去思考我们推向世界的产品 你不用费太多心思 就能想到这些事情可能怎么走向不好的方向 Lex Friedman 在这里我们面临很多棘手的问题 你所处的领域非常艰难 你觉得按照安全法 训练人工智能算不算公平使用呢 Sam Altman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底层问题是 创造有价值数据的人们 是否应该得到某种形式的经济补偿 也为他们的数据被利用了 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我目前还不清楚具体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点子 我们也尝试过一些不同的模式 但打个比方 如果我是一位艺术家 我会希望有选项可以让别人 不使用我的风格来创作艺术作品 而且 如果别人确实用了我的风格来创作 我希望这背后能有一套经济模式 来确保我的利益得到体现 是的 就像是从CD到Nepster 再到Spotify的那种转变 我们得找出一种可行的模式 模型会变 但人们得拿到钱 好吧 如果我们把视角再拉得更远一些 应该有某种动力激励人类 继续去做那些牛逼的事 欢迎关注华尔街电视频道 本视频录制时间为美东时间3月19日 这七热点深度 一起来关注 一位神秘的中国商人 被报道在美国认罪 并同意放弃美国绿卡 他不仅面临着最高27年的监禁 更有可能在刑期服满后被驱逐 如果他回到中国 遭遇中国司法系统的起诉 或许还会带出一系列北京权贵的内幕 这位中国商人叫做秦辉 美东时间2024年3月18日 曾名列福布斯杂志亿万富豪榜 香港新美文化创办人 56岁的中国公民谭辉 在纽约东区联邦法院认罪 他被控以他人名义进行政治捐献 移民欺诈 伪造身份文件等罪名 关于秦辉被控以他人名义进行的政治捐献 一位熟悉此案的人士称 其中包括向一名纽约州联邦议员 以及纽约市长埃里克亚当斯提供的 捐助 作为认罪协议的一部分 秦辉同意放弃他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身份 秦辉将面临最高27年的监禁 自2023年10月2日被捕以来 谭辉一直被监禁 根据纽约时报 现年56岁的谭辉住在纽约州老维斯特伯里 但2023年10月 他是在曼哈顿广场酒店的一间公寓里被捕 罪名是使用虚假身份证件 而在中国 谭辉是处于被悬赏的状态 2023年10月13日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执行悬赏公告 悬赏事项为提供被执行人谭辉下落及名下财产线索 宣赏金额1000万元 先来说秦辉在美国的是 根据美国司法部的公告 从2021年12月至2022年12月 谭辉以他人的名义向多名民选官员捐款 其中包括一名纽约市政治候选人 纽约东区一名国会众议员 以及罗德岛州一名国会议员候选人的竞选委员会 他同意向这些被借用名义的人 偿还他们支付的政治捐款 在上述竞选委员会不知情的情况下 秦辉以虚假捐款者的名义捐赠了11600元 这些竞选委员会由于2022年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提交了虚假的捐款报告 然而 秦辉在美国的法律困境远不止此 秦辉一辈子曾多次向前期施暴 2023年9月22日 当地警察局接到前妻电话 指谭徽用斧头劈开了他卧室必处用电子锁锁住的门 警察赶到现场后 当天就逮捕了谭徽 指控他犯有刑事损毁罪 在被签发禁止骚扰令后 他获得了保释 后来经过谭徽发现 这并非谭徽第一次对前妻施暴 根据秦辉前妻与另一人的短信和照片 大约在2022年6月25日 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中 秦辉动手累了前妻的脖子 照片显示 谭徽前妻的脖子上出现了多处血印 此外 秦辉在曼哈顿被一家中国投资管理集团起诉 要求执行针对他的4.5亿美元的外国仲裁裁决 据称 在中国的仲裁开始执行后 仅以10美元的价格 他就将长岛住宅的所有权 转让给了前妻和前岳母 秦辉还承认 2019年4月 他向美国移民局提交了虚假的永久居民申请 在该申请中 秦辉宣示他从未使用过另一个名字 事实上 一名中国官员在2008年向秦辉提供了李慕林的画名 从2008年到他提交永久居民申请期间 秦辉以李慕林的画名获得了包括香港身份证 中国身份证和香港护照在内的身份文档 2017年9月左右 谭徽使用李慕林的画名 从中国向美国银行转账500多万元 其中一部分用于购买他居住的曼哈顿豪华公寓 秦辉还承认骗取驾驶执照 2020年12月 谭徽从纽约开车到佛州 在佛州机动车管理局申请驾照 声称自己是佛州居民 但实际上他当时是长岛老维斯特伯里和曼哈顿的居民 回到纽约后 他又申请了纽约州的驾照 纽约时报的报道提到 作为与检察官达成的协议的一部分 谭徽同意在服刑期满后离开美国 他的宣判定于5月14日进行 检察官表示 如果秦辉遵守认罪协议的条款 他们将请求法官判处不超过6个月的刑期 秦辉的律师亨利·马祖里克表示 谭先生很高兴能了结此案 并期待着在美国以外的地方 重新开始他的商业生涯 相比秦辉在美国干的这些事 显然他更早在中国的故事要精彩得多 财新的报道 谭徽传奇收场提到 秦辉出身于四川搭建一个普通家庭 早年在重庆求学期间结识了后来的妻子 他1989年毕业后 两人一起南下 谭曾在航天部武院的一个下属单位 工作了不到一年 之后也曾在广州三菱公司和香港一家公司任职 秦辉中等身材 相貌英俊 性格活泼 善交际 这些特征后来被认为 都有助于他早年一座销售 在上海站稳脚跟 他的第一任妻子是中共前国家主席李新念夫人林家梅弟弟的女儿 后来谭徽又亲自在媒体前确认此事 此背景 据信也为谭徽多有利用 2018年 苹果日报报道 秦辉首次坦诚 其第一任太太确实是李新念夫人林家梅弟弟的女儿 指他们北京中关村二小同学 太太的母亲曾是中关村二小校长 我和太太可以说是青梅竹马 当时也不知道他家更多的情况 我们是18岁以后才谭恋爱 齐齐29岁时在北京一家医院病逝 其实秦辉正流连于四川的叶总会 一位接近他的人士评价说 他的背景不算深厚 但他把这点关系用到了极致 谭恋1991年离开职场 做起了自己的生意 1994年 他成立了一家卓京商贸公司 在铁矿石进出口生意中赚了不少钱 也曾热衷于在股市投机 不时有所斩获 不过 秦辉最主要的发迹场所和显赫的生意来自娱乐业 北京一家名叫天上人间的业总会 时间来到2005年 37岁的谭恋身上最闪亮的标签之一 就是天上人间 天上人间给谭恋带来的绝不仅仅是现金流 更有大量的关系和机会 他借这一交集场 结交了大量权势人物 银行行长和社会名流 而集结于此的一批模特和美女 招之即来 挥之则去 为其日后的事业巧妙助力 一位与谭恋交往过的商界人士称 秦辉把这个队伍称为马子队 从2000年开始 秦辉大踏步发展扩张 仅仅是入主香港三家上市公司及阳光卫视 谭恋就耗资约计4亿港元左右 对秦辉来说 拿钱最容易的办法 或许还是从国内银行贷款 财新提到 谭恋旗下公司曾于2002年从建行贷款于6亿元 谭拿到这笔贷款 经过了行长张恩赵的特别关照 知情人士说 张恩赵过去的熟人绝大多数为上海人 他素来对不说上海话的民间人士不敢过于信任 1999年10月调到北京后更是谨慎 而秦辉过去 在建行主要是与行长王雪斌相熟 2002年1月王雪斌落马 秦辉遂设法与张恩赵发展了友情 据分析 张恩赵认识秦辉 当由张非常信任的上海人所介绍 后来 2005年4月11日 就在张恩赵所谓的辞职消息公开后25天 谭恋在北京被警方带走 当时有消息人士告知财新 指4月26日谭恢涉嫌行贿被正式批捕一事 已在政法系统内部公事 4月28日 确写消息证实谭恢被取保候审 尽管舆论传言秦辉直接涉及张恩赵受贿案 但秦锦承认曾协助公安调查 没有披露其他细节 后经法院判定 2002年至2005年间 张恩赵先后六次收受北京新美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长丰通信股份公司董事长秦辉 给予的贿赂款 总计6万美元 20万港元 10万元人民币 2006年4月28日 下载秦辉办理取保候审一年后 最高远通知 解除其取保候审并免于起诉 财新的报道 秦辉传奇收场提到 一些媒体一直倾向于将谭恢描述成隐身富豪 但熟识者说 此人实际上形势张扬 好处风头 并无隐身之想 他之所以在2005年1月前 陆续辞去诸多公司董事长 法人代表 主要是受一位风水大师的启发 据说 此大师告诉谭恢 他必须行事低调 否则将有货零头 秦辉转为低调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他得罪人太多 特别是早年得罪过公安人员 知情人说 上世纪90年代后期 曾有一位北京市高级警官到 天上人间喝酒 喝出其养酒为假酒 表示不满 竟被这家夜总会的保安扣起来 暴打了一顿 此事几乎酿成警方与天上人间的冲突 天上人间为此歇业 不久通过关系 富有开业 但秦辉自知与公安还是结了些粮子 但秦辉的故事并没有在2005年就结束 因为过了几年 秦辉再一次上演了 因巨额行贿被捕 提供了相关证言 逃脱法律制裁的喜马 2009年3月底 财新的报道 李培英受贿主要来自谭辉提到 推出公众事件 已近三年的隐身富豪谭辉 又以行贿者身份 出现在北京首都机场集团 原董事长李培英案中 2009年2月10日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法院一审认定 李培英犯贪污罪和收贿罪 其中贪污8250万元 但鉴于贪污赃款已全部退缴 对其判处死刑 可不立即执行 收贿2661万余元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最后两罪并罚 一审判决死刑立即执行 3月17日上午 李培英案中审 在山东省高级法院开庭 该案至今尚未中审宣判 但在一审及中审的司法材料中 行贿均以数额最大的行贿者 出现在李培英案中 其累计向李行贿1867.68万元 占到李培英受贿总金额的7成 关于李培英 沈栋所住的红色轮盘中 也有所提及 比如第九章中提到 李培英是机场的一个传奇人物 他从该设施的一名巡警开始 成为机场公安局长 然后搬到行政套房 李培英每天都穿着一套深蓝色的西装 大了两号 还有一件白衬衫 由于早年摔了一跤 走路实名贤博了 但这一弱点并没有使他放慢脚步 他是一个能干的人 最后不仅管理着北京机场 还管理着一家拥有中国其他36个机场的公司 李培英乘坐一架私人飞机穿越中国 从北京起飞时 在国际客机前面穿行 李老板准备好了 当他的飞机绕过宽体飞机飞到跑道前面时 控制他发出了呼叫 李培英对自己有很高的评价 他拒绝了与北京公安局长共进晚餐的邀请 这未必是一个明智之举 从而放大了他的传奇 不过 作为约4万名员工的领导 李培英仍然保持着一种人云云云的气质 在机场 他因提高工资并将其作为一个真正的企业来经营而受到欢迎 而下面这段最为重要 红色赌盘提到 李培英为所有飞往北京的中国党内大佬们做了安排 每次有政治重量级人物落地时 李培英都会出现在房间里 他把这种面对面的时间利用得非常好 作为这么多机场的最高负责人 培英控制了进入垄断企业的机会 他像切蛋糕一样 把他们分给政府高级官员的亲属 他帮助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家族 获得了在北京通过一家名为日上公司销售免税产品的许可 这是红色贵族喜欢的业务类型的一个模式 朝阳公司与一家国有公司中国免税品集团 分享北京机场的免税业务 这些双重垄断是中国经济的象征 一个红色家族控制着一家公司 一个国有实体控制着另一家公司 培英监督了机场的巨大变化 新航站楼和新跑道的建设 以及连接机场和北京市区的快速地铁系统 它是机场当时需要的 一个有远见的强有力的领导人 但是正如中国的情况一样 一旦你在白天垄断了权力 晚上就不会有人对你进行检查 培英有赌博的习惯 据报道 在前往葡萄牙老殖民地澳门的14次旅行中 他玩百家乐输掉了600万美元的国家资金 他飞到西太平洋的美国领土塞班岛 连续三天不睡觉的赌博 他后来与政府发生冲突 证明了在中国倒下的人通常是最有能力的 但当我第一次遇到他时 他正处于巅峰状态 多年来 李培英在政府机构中一直停留在厅级别 他一心想要升到副部长的位置 声望是一个因素 如果他成为副部长 李培英的地位将超过中国所有其他机场的负责人 晋升为副部长也意味着李培英将进入高干的行列 于是段伟红提出了成立一个合资企业的想法 名为空港乘务流源 其中包括机场 睡意区和段伟红的公司大样的股份 我们提出占40% 机场占45% 其余15%归睡意区左右 李培英认为 这笔交易将与温家宝的家人建立关系 因此同一机场将获得不到一半的风险投资 根据这一安排 他将被任命为董事长 关于李培英的落马 红色赌盘 在该书第十章提到 敌人不断向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写报告告发李培英 最后 在2006年末 这些指控被证明是成立的 李培英在共产党的调查中消失了 李培英被隔离了几个月 2007年1月26日 民航局宣布 李培英不再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集团的总经理 2008年春末 机场终于承认 前总经理李培英正在接受调查 他已经被关押了一年半而没有收到指控 那谭徽又是怎么从李培英案中脱身 2009年5月的波维月刊 李培英案大阴谋 纪委让秦辉人间蒸发 曾提到 秦辉之所以能量巨大 借因平日在其所开设的天上人间俱乐部 揭示了很多中纪委 公检法司和政府部门的大头小脑 天上人间是中国最豪华的娱乐场所 是北京娱乐场所的第一 极尽奢华 极声色全马之能事 秦辉更是对中纪委人员无微不至地照顾 从一班工作人员到处长到各事班主任 秦辉都亲自安排 务必做到让这些大爷们玩得开心 走得放心 天上人间于是在夜内有北京红楼的说法 据秦辉身边的人透露 秦辉逃跑出国前夜 曾心有余悸地对身边人讲 在配合中纪委双规调查这种事上 我是老运动员了 所以一进去 我就下跪求饶 痛哭流涕 先落个好印象 进去后我才知道 李培英他妈的犯傻 下仗义 替陈良与鼎雷 这下子跟最高层的权力斗争扯 上面是一定要办他的 专案组负责人明确对我说 只要我配合 就会让我远走高飞 否则就让我破产蹲大狱 把我老婆孩子都弄进来 把你们这些人也弄进去 没办法 就算我能顶也没用 帮不了李培英 还得把我全家和所有这一摊子全搭进去 思前想后 只能是先自保了 只好对不起培英大哥了 我只好按他们的要求提供证据 在中纪委提供的指证材料上签了字 我算是明白了 在中国谁是真正的大爷了 本来秦辉早上的边控名单 都担心他出不去 但秦辉竟然没受一点阻碍的离了近 事后秦辉还脱手下人 要想办法认真感谢一下那位专案组负责人 当时秦辉被认为 又上演了一处赖昌兴式的大逃脱 两者的相似之处 皆在于有掌握国家专政机器的人 为其逃跑大开方便之门 多年之后 秦辉在美国对非法政治献金 移民欺诈 伪造身份文件等罪 这次是没法逃脱了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热点深度所有内容 更多资讯 可以关注六度简报网站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在上面各位 可以订阅各类符合您喜好的简报新闻 有免费套餐 也有更加专业的付费套餐 供大家选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于现场节目 今天我们带来了一则 关于中国公民谈会的新闻 谭辉是一位前香港新美文化创办人 他在纽约因涉嫌以他人名义进行政治捐献 移民欺诈和伪造身份文件等罪名被控 并已在纽约东区联邦法院认罪 他将面临最高27年的监禁 谭辉也同意放弃他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身份 此外 秦辉在中国也处于被悬赏的状态 悬赏金额高达1000万人民币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爱车宝典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财务规划 预算内选购新衣车型 二季节性护理 应对极端天气的车辆保养 三交易技巧 提升二手车价值的要点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财务规划 预算内选购新衣车型 当然财务规划这门艺术 与挑选新衣的马车 或者在你们这个时代 应该是汽车之间的关系 就像是古代的哲学家 与他们的逻辑推理一样 逆不可分 让我们以一种既专业 又带点幽默的方式 探讨如何在不搞砸 个人财务的前提下 选购到那辆令人心动的座驾 首先 我们得明白一个古老的智慧 量入为初 这是从古至今理财的黄金法则 在古代 如果你想要一辆豪华的马车 你得先确保你的金库里 有足够的金币 在现代 这意味着你得先审视 你的收入和支出 制定一个预算 这个预算 就像是你的财务盾牌 保护你不受无畏开支的伤害 接下来 我们要进行市场调研 在古代 这可能意味着你得派钱信使 去各地收集信息 而在现代 你只需要动动手指 就能在互联网上找到各种车型和价格 比较各种车型的性能 价格和维护成本 就像是古代将领 在战前制定战略一样重要 然后 我们要考虑长远 购买车辆 不仅仅是一时的开销 还有长期的维护费用 保险 邮费等等 这就像是古代的城堡维护 买了城堡 不代表事情就此结束 城堡的维护 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现在 假设你已经选中了一辆新衣的车型 但价格稍微超出了你的预算 这时候 你可以尝试一些 古代商人的讨价还价技巧 当然 现代的你 可能需要使用更加文明的谈判技巧 比如询问关于折扣 金融方案 或者交换旧车的可能性 最后 如果你发现 即使是最激烈的讨价还价 也无法让你新衣的车型 回归预算范围 那么 你可能需要展现出 古代哲学家的智慧和自制力 选择放弃 记住 没有一辆车 值得你冒险 陷入财务困境 总结一下 财务规划就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战役 你需要有预见性 策略性 和一点点的勇气 通过明智的预算制定 市场调研 长远规划 巧妙谈判 以及必要时的自我克制 你就能在不冲破财务防线的情况下 驾驶着你梦寐以求的坐驾 享受人生的旅程 记住 最好的马车或汽车 是那辆你能负担得起的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季节性护理 应对极端天气的车辆保养 当然 我很乐意以一种轻松的方式 来谈论这个话题 想象一下 你的爱车就像一个对天气变化 极为敏感的贵族 他需要特别的关照 来应对那些极端的季节性脾气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夏季 夏天就像是一个热情的舞会 但是对于你的车来说 这个舞会可能会变成一场烤弱大会 高温可能会让你的车辆感到不适 就像穿着厚重礼服的舞者 在烈日下跳舞一样 因此 为了避免你的爱车中暑 你需要确保冷却系统得到适当的维护 比如定期更换冷却液 检查散热器和水泵 是否运作正常 此外 轮胎也会在炎热的路面上感到不适 所以要确保它们充足的充气 并且没有磨损过度 接下来是冬季 这个季节就像是一个冷酷的王国 你的车辆需要穿上它的冬装 冬季轮胎 这些轮胎就像是专为冰雪舞台设计的滑冰鞋 能够提供更好的抓地力 此外 电池在寒冷中可能会变得懒惰 就像是在冬眠的熊 所以要确保它充满活力 定期检查并保持电池端子的清洁 还有 别忘了更换防冻液 以防你的车在冰天雪地中变成一个冰雕 春季和秋季则像是变化无常的戏剧角色 时而温暖宜人 时而带来风雨 在这两个季节 最好的策略是保持警惕 定期检查刹车系统和雨刷器 以应对突如其来的暴雨 同时 春季的花粉和秋季的落叶 可能会堵塞空气滤清器和通风口 所以要记得清理 以保持车内空气的清新 总之 季节性护理 就像是为你的车辆准备一年四季的衣橱 确保它无论在烈日炎炎还是冰天雪地中 都能保持最佳状态 记住 一辆被妥善照顾的车辆 就像一个得到精心打理的贵族 无论在何种天气中都能优雅地行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交易技巧 提升二手车价值的要点 当然 亲爱的听众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古老而又现代的艺术 如何让你的老爷车在二手市场上价值倍增 这不仅仅是一门技术 更是一门艺术 一门需要你用心灵去感受的艺术 首先 我们得从洗澡开始 没错 就是给你的爱车洗个澡 但这不是随随便便的泼水擦擦 而是要进行一次彻底的美容SPO 你得让它从里到外焕然一新 发动机舱要光可见人 座椅要像新的一样 甚至连那个你以为没人会注意的车轮缝隙 也要擦的能照出你的笑脸 接下来是换装 就像参加舞会的女士 不会穿着家居服一样 你的车也需要换上得体的衣裳 这可能意味着更换那些磨损的轮胎 或者至少也要给它们来个美甲 让轮毂闪闪发光 小小的投资 却能大大提升买家的第一印象 然后我们要来点化妆 小小的划痕和凹陷 就像脸上的瑕疵 需要用点粉底和遮瑕膏来修饰 一些简单的触摸喷漆 或者局部的修复 可以让你的车看起来年轻许多 别忘了内在美 车辆的维护记录 就像是它的健康档案 能够证明 这位老者过去的生活 是多么的规律和健康 保持完整的服务记录 展示出你对爱车的呵护备质 这对于提升车辆的价值来说 绝对是加分项 最后 但同样重要的是沟通艺术 当你和钱在买家交流时 你的诚信和热情 可以传递给对方 就像古代的市场上 那些口才了得的商人 总能说服顾客购买 他们的商品一样 你的诚恳和专业 能够让买家放心 甚至愿意为此多付出一些 总结一下 提升二手车价值的关键在于 彻底清洁 适当的升级 精细的修饰 完善的进路 和诚信的沟通 这些技巧的背后 是对细节的关注 和对品质的追求 这也是古今中外交易中 永恒不变的真理 所以 亲爱的车主们 当你下次准备 出售你的座驾时 记得 这不仅仅是一次交易 而是一次展示 你对生活品质追求的机会 用心去打理 你的爱车 就能在二手市场上 绽放新的光彩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一起 探讨了财务规划 季节性护理和交易技巧 这几个有趣的话题 财务规划 就像是一场战役 我们需要有预见性 策略性 和一点点的勇气 季节性护理 则需要我们给爱车 穿上合适的衣服 让它无论在何种天气中 都能保持最佳状态 而交易技巧 则是让我们的爱车 在二手市场上 价值倍增的艺术 通过明智的预算制定 市场调研 长远规划 巧妙谈判 以及必要时的自我克制 我们可以在不冲破财务防线的情况下 选购到心仪的座驾 在季节性护理中 我们可以通过定期维护和注意细节 让爱车在任何天气条件下 都能保持最佳状态 而在交易技巧中 通过彻底清洁 适当的升级 精细的修饰 完善的记录和诚信的沟通 我们可以提升二手车的价值 最后 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的观点 财务规划 季节性护理和交易技巧 都是我们在生活中常常遇到的问题 也是我们需要掌握的技能 通过合理的规划 和细心的护理 我们可以在有限的资源下 获得最大的收益 同时也提升了我们的生活品质 所以 亲爱的观众们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让我们一起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是有新冠军的新冠军 是有新冠军的新冠军 28% 在 November 那说 特朗普还有一点 三点点 上他的 称之战 拜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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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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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 2025 is an ideological framework designed by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and other conservative think tanks to establish what should be accomplished by a conservative president if the republican party wins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s in 2024 in april 2023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released a 920 page manual of policies written by conservative thinkers although trump isn't specifically mentioned in the document it's clear that the authors were thinking of his 2016 to 2020 term while writing the document what's most clear in the document is that conservatives feel that america needs to prepare for cold war style altercations with china this calls back to a piece we did about experts on china u.s relations and their predictions about the two countries relationship the experts could only foresee four scenarios drift war networks and blocks the project 2025 document is massive so we'll just focus on one subsection today the conservatives plans for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authored by christopher miller who was briefly donald trump's secretary of defense here are the documents four main priorities priority number one re-establish a culture of command accountability non-politicization and warfighting focus priority number two transform our armed forces for maximum effectiveness in an era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priority number three provide necessary support to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dhs border protection operations border protection is a national security issue that requires sustained attention and effort by all elements of the executive branch priority number four demand financial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two of these three points really stand out number two and number three number two calls for the u.s military to pivot away from their emphasis on fighting insurgencies and rather emphasize training weapons and mobilization to engage in quote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number three calls for the dod to provide support to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its quote border protection operations this part isn't extensively covered in this subsection but received widespread attention when the washington post cited an anonymous source who said that the project called for a conservative president to invoke the 1807 insurrection act which allows for the use of the military as domestic law enforcement in february the atlantic also published an article with this quote stephen miller says a re-elected trump intends to requisition national guard troops from sympathetic republican controlled states and then deploy them into democratic run states whose governors refuse to cooperate with their deportation drive which goes to show that there is general agreement among conservatives about mobilizing the military to aid police and other agencies in domestic enforcement the majority of the subsection focuses on pivoting the u.s military towards confrontation with china for example miller calls for the u.s air force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of the sentinel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to reduce the risk inherent in an aging minuteman three force in light of china's nuclear modernization breakup and also for the u.s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 or ussocom to quote counter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globally do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interagency allies and partner nations must work proactively to counter china's bri around the globe u.s socom is the part of the military that oversees the special operations units of all branches of the military so that includes the army's delta force the navy's seal team six and the air force's 24th special tactics squadron miller added that the dod intelligence should move to quote align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with vital national interests countering china and russia end quote and also that army school curricula should be revamped to quote concentrate on preparation for large-scale land operations that focus on defeating a peer threat other points of interest in christopher miller's call to revamp the military was the number of points that seemed similar to current plans already being implemented under biden his call for the navy to build out its fleet to 355 ships is confusing the u.s navy currently has 470 ships in active service and in its reserve fleet and 299 deployable combat vehicles quote unquote with plans to increase that number to 334 of course this is not a defense of biden's policies but rather as americans continue to feel the effects of inflation and a widening gap between median income and median home price can the u.s really continue to afford military expansion it also calls into question one of the bigger problems with this election neither trump nor biden believe in a ceasefire in gaza both are competing to appear tough on the border biden's inflation reduction act guarantees land leases to fossil fuel companies as a precondition for funding green energy project biden's administration championed the use of rico charges to prosecute participants in the january 6 insurrection and now rico is being used as a legal framework to prosecute activists against atlanta's cop city product project the question what's the re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candidates if biden continues to try to outcompete trump on these law and order policies to what extent are they different policies that's all for today thank you so much for watching i'm lao wan reporting for please like and subscribe 6度旅行管家你的旅行全策划注册或登陆6度世界点击右上角 机器人按钮然后选择6度旅行管家就可以开始与AI对话了 你好很高兴能为你服务你打算去哪里旅行呢我想去希腊 太棒了希腊是一个美丽的国家你对希腊的哪些方面感兴趣呢 比如历史遗迹美食海滩或者其他的海滩和美食好的了解了你有没有任何饮食禁忌 或者特殊的饮食要求比如素食无肤质食品等嗯不吃牛肉好的我会注意在推荐餐厅时避免牛肉你计划的旅行时间是多久呢嗯四天了解了你是打算独自旅行还是和他人一起这会影响到旅行的安排嗯与父母一起好的我会考虑到这一点你的预算大概是多少呢 这会影响到住宿和餐饮的选择一千欧一天好的这是一个相当宽裕的预算你对住宿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比如希望住在市中心或者希望有海景或者需要特别的设施希望有海景 根据你的需求我为你找到了一些在希腊的海景酒店这些酒店都有很好的海景你可以根据你的喜好和预算来选择 接下来我将为你规划一个四天的旅行行程你希望在这四天里每天都去海滩吗还是希望有一天或两天去参观一些历史遗迹或者市区 一天海滩两天历史遗迹一天市区 根据你的要求和我从网络上找到的信息我为你制定了以下的旅行计划 第一天海滩你可以选择去希腊最美的海滩之一比如Elofomacy海滩或Navijo海滩这些海滩都有清澈的海水和美丽的景色 在那里你可以尽情享受阳光和海滩或者参加一些水上活动 第二天和第三天历史遗迹第二天你可以参观希腊最著名的历史遗迹之一雅典卫城 在那里你可以看到帕台农神庙和其他古代建筑 第三天你可以选择去德尔菲这是一个古代的宗教中心也是世界遗产之一 或者你也可以去克诺索斯宫这是欧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第四天市区 在雅典市区你可以参观一些有趣的地方 比如古老的泼卡区现代的购物中心或者一些美术馆和博物馆 你也可以在当地的餐厅品尝希腊美食 比如希腊沙拉烤羊肉和橄榄油面包 住宿推荐 根据你的预算和要求我为你找到了一些海景酒店的推荐 这些酒店都有优美的海景 同时也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餐饮推荐 在希腊你可以尝试一些当地的美食 比如希腊沙拉烤羊肉和橄榄油面包 但是请注意 由于你不吃牛肉 所以在点餐时需要提醒服务员 希望这个旅行计划能满足你的需求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需要更多的信息 欢迎随时向我提问